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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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閱讀裡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關於愛情 後來會怎麼樣 接下來會怎麼樣這樣 其實我覺得數學還蠻容易跟愛情結合 然後愛情裡面又可能會遇到 一個對的人啊 遇到不對的人啊 這是機率的問題啊 其實愛情這種有一點抽象的事情 它是某一種信仰 它跟信仰結合是很實在的 我在想我是不是一開始看 喜歡看想說 有可能是為了跟女生講我的興趣是閱讀 如果你有夠多的閱讀的話 你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就想說 那個是哪一本書裡面寫過的 然後你如果好像已經知道了 你就會覺得比較有心理準備 你拜了越老之後 你的心理素質沒有改善 你還是不知道你自己的問題在哪 所以你在閱讀的過程裡面 去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讓你 用不同的心的角度 來檢視自己 來瞭解自己 來瞭解自己 我能有出錯的 你只要你應該不可惡